下一個歷程理論上是這個Lineas基金會為服務的這個開源項目 但是呢 這個消息就是呢 這位獎師呢 因為他那個飛機從香港飛 結果呢 飛機就晚了 就真的是晚了 所以呢 我在Hackpad上就有補充了一下 但是我改不了官網 我只能改那個Hackpad 所以我說這個獎師因為香港班機延後無法出席 然後本時段時間呢 就變更為呢 開源社的講者分享交流會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 那個就是 就是如果你明天下午 明天早上沒有辦法參加我們的那BOF的 現在可以來齁 就我們可以直接在那邊討論一下 然後我是先建議啊 各位比如說表偉啊 然後馬全一啊 各位先坐在這個前面 坐在這個前面 然後想交流的人也可以坐過來 我們就一起聊一聊一些話題 OK吧 就就動聲一下 咱們開源社的講師都有 都坐在前面 然後我會一一介紹 因為剛剛可能有人早上沒聽到 王老師啊什麼也可以都過來 都過來 就坐在前面 對對對 各種 各種 比如說 對 因為我也隨便亂問 大家隨便亂答 真的 隨便亂問隨便亂答 然後只代表個人意見 不代表各個企業的意見 我這先講清楚啊 然後我也會跟大家再介紹一下 因為有的人可能早上沒有參加 或者說不太了解 所以大家先 先 先往前面坐 來來來 各位先坐前面 有興趣就過來一起聊啊 沒興趣沒關係 大家可以去聽各自需要的講題 有聲音嗎 那個桌上的 沒有聲音 有是不是 好 來 王老師 王老師 你就坐一下嘛 聊一下嘛 等一下 我找一下你的 這個是明天啊 這是明天的 但是呢 今天有部分在現場 所以說呢 那個 明天早上11到12點是有個BOF 明天要討論的是 開源 商業跟社群的一些實踐 來 來 太太 坐前面 太太 坐前面 對對對 然後 我希望各位呢 因為在座 我看起來大概就十幾二十位啦 所以 我的建議是說 如果你想花這半小時 跟我們交流交流的 那可以往前做一點 然後我們互相認識一下 對 如果就 你可以這半小時留在這邊的話 就往前做一點 然後我們互相認識一下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機會嘛 對 這好的機會 因為我 那個白換成 也坐前面一點 對對對 是 對 坐前面一點 好好好 你是明天的講者 你也可以啦 對對對 所以 大家可以往前一點 就是 有興趣的 沒興趣的沒關係 旁聽也可以 或者是 對 都可以 我們就交流一下 大家互相認識一下 就自我介紹 這樣子 後面的同學是不想動的 是不是 還是覺得不知道會不會參加完 好 我懂 你們就是想說 我是來看電影的 怎麼會讓我演戲的呢 對不對 好 那 OK 那我還是介紹一下 好了 就就 主意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背景 你們認識之後就可以問相對應的問題 那 我叫Richard 林呂強 就上面寫的這一位 然後我現在是那個 開源社的理事 然後我在華為雲 在上海的華為 然後負責的是人工智能的開發者生態 然後我在上海也有參加LUG 就是上海Lineers User Group的組織者 以及Costcard的長期的志工 那以前是在台灣的那個自由軟體駐造場 然後後來到上海去 反正繼續從事這個開源的置業 好 這是我 然後呢 Kevin 剛剛有點事情出去了 所以不知道在哪 然後呢 劉天洞 Ted劉 就是早上我們的這個Kino Speaker 講的Apache 也是 就是整個那個中國的這個 Apache Member當中的之一 然後是開源社的理事長 也是當時創辦開源社的時候 他就是一手那個就是策劃 然後把我們都聚集在一起 大概是這樣 現在是Apache 軟體基金會的成員 那中標委呢 中標委就是這一位 早上第一個演講 可能那時候太早了 所以來的人不是那麼多 但是呢 他是可以聊很多有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中標委是個 反正我很欣賞他 他是我同事 華為雲DevCloud產品經理 也是開源社 理事跟執行長 然後之前也在像 聖大創新院 有交流過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什麼 假設對於大陸各種 不管是開源啊 或者是IT人 職場問題啊 996啊 反正各種 各種想問的 我們都可以聊一聊 然後馬全一 OK 馬全一在這邊 戴帽子這一位 就是剛剛不能錄音錄影的那個 session 結果他的 session 共筆被寫了很多 所以說就是雖然不能錄音錄影 但是他也同意的寫共筆 OK 大概是這樣 在騰訊雲 然後之前是Darker中國的創始人 然後擅自豪 我覺得今天來不了這一位 所以我只好讓大家先出場了 那立起萌是剛剛 欸 Apache 欸 在嗎 欸 好 剛剛好像跑出去了 好 沒關係 好 然後 欸 運柏耶 現在在嗎 也不在 好 運柏也不在 沒關係 然後呢 吳聖 這剛才也講過嘛 對 就是早上Kino是 那個兩位一起講啊 還有這個王維老師 王維老師是 華東師範大學的教授 然後呢 也是我們 明天會有另外一場BOF 是講開源於教育的 等於說大陸方面呢 他也是很早就投身在這個 開源教育 也是我們開源社的理事啊 然後明天他自己還有一個演講 那今年他在上海的那個 CubeCon 就是Open Source Summit 他就有分享一個CNCF 還有一些那種就是 有一些議題 就是他如何結合教育 對不對 那劉真不用介紹 剛剛才講過了 然後白換成是Linus中國 Linus CN的成員 然後呢 去年我們邀請Linus CN的那個 老王王建興 來這邊講 他是那個創始人 然後這一位也是他得利的 這個第二把手可以這麼說 然後他自己也有在做一些 像中國開院年度報告裡面 有一些工作 他也有在投入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好 那因為呢不知道要問什麼 各位可能很懵逼 覺得說 那我把這一排人放在這邊 到底要幹嘛 我建議是 在座前面的兩位是最近的嘛 最近的嘛 所以你要不要也聊一下 就是說你為什麼 像兩位都有來聽嗎 所以要聊一下你們有什麼問題 想問也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對 來 這應該有聲音 試試看 對 試試看 對 開源就是我們要先聊起來吧 對不對 要交流 不然沒有用啊 OK那我試著先自我介紹一下 對 做後面示範 那我是金門大學諮詢工程系的老師 陳忠誠老師 我第一次見到你本人 對 Facebook家很久 其實我們之前有碰過麵 還有喝咖啡 對 對不起 我腦子有問題 對對 想起來 不好意思 對 因為之前在Git Cafe的時候 是 剛剛您說是哪個大學 金門大學 金門大學 那我剛早上聽到現在 我覺得 我們就是 中國大陸來的講者 都非常的認真 那我看到我們的議程 我就覺得 一個非常大的反差 就是 大家其實 講的主題都 都很專業啊 但是 我看到我們 這邊後面的議程 我就覺得 我們 台灣有一些講者 他就是以很輕鬆的方式 然後 有點像就是 比如說我做了一個 好玩的專案 然後 就是 就是 玩玩而已 但是他就沒有 沒有說 我就真的上線 然後要 要撐多少個流量 之類的 就沒有 然後我覺得 這裡 這裡是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好像我們這邊就是 來這邊喝咖啡 吃披薩的 但是 那個 兩邊的那個對比 我覺得非常非常明顯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有沒有什麼看法 就是你們 你們對台灣的開發者 跟大陸開發者之間的差異 可以按一下 可以講一下 是這樣的 就是 在座的這幾位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屬於偏小的 然後這邊都是 這都是我的前輩 對吧 他們負責專業 我負責好玩 明天中午呢 我會有一場 就是你們會在那個 議程上會看到有一個 PornHub的一個周邊項目的誕生 PornHub 對 是的 就是那個黃色網站 這幾位呢 來負責專業的 我來負責好玩的 大家各四七職 對吧 因為我自己是 我是單獨報的 所以就沒有放在這個議程裡面去 是這樣的 我覺得對於那個陳老師的一個 這個 我個人有一點 有一點點想要去回應 其實在大陸也有很多好玩的一些 開源的項目也是有的 只是說可能我們請來的陣容 就是因為我們明天的BOF 你也看得出來 就是開源與商業與社群 所以其實我找的人是 他既是開源人 他也要玩過社群 但是他也要在商業上有Sense 所以其實是這三種 這樣一個三種的交集 所以自然講起來什麼東西 如果你做起來只是好玩 不能賺錢 那可能在這個交集當中 就會少了一塊 那但是CostCup 我參加很多年了 我也很清楚了 就是非常商業的東西 可能他會覺得 跟CostCup這邊的人群對不上 坦白說我看過去台灣的商業界 或者說IT公司好了 跟這個所謂的開源人之間 距離很遠 他們唯一有交集的就是 他們來花錢贊助來招聘 就是說在CostCup是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他們其實不太聽就是說 到底這個好玩的東西 因為離商業還太遠 那比如說我們台灣硬體思維 比如說以前那個 可能某一些電子廠商 比如說Google Class 正在做的時候 那某一家廠商我不講誰 本來是找到他們要做 在新竹一家廠商 他們一看量才幾千個 他們直接說不做 他們說幾千個量太少 就是他們的邏輯就是覺得說 我要做好玩的事情 第一個先問是不是賺錢 不賺錢的結果好不好玩 無所謂的 所以他跟開源的Just for Fun 其實這個很不一樣 那我覺得不要我要先講一講 我覺得你很有代表性可以講 我正好有一段經歷可以講 我在兩家公司 這兩家公司可能說截然相反 一家叫盛大創新院 一家叫華為 這兩家公司可以說是完全百分之 百分之一百不一樣 甚至是絕對反過來的兩家公司 現在那個我非常喜歡的那家公司 已經沒了 所以我就在華為 曾經我在盛大創新院的時候 做過一件事情 就是我組織了一個會議 叫做我們的開源項目 然後呢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在國內的微博上發了一篇 一段話 說我們能不能夠搞個聚會 大家來講一講自己的開源項目 然後就有很多人響應 然後我就在公司裡面 借了一間會議室 來了三四十個人 就這麼開始的 然後這個活動 辦了六七 在國內的四個城市巡迴 就是比如說上海辦兩場 北京辦兩場 成都一場 還有哪裡 反正一共六場 每次來的就是全草根 每個人就上去講 我做了一個開源項目 大概現在就兩個人 或者就我一個人在幹活 然後看看有沒有誰有興趣 但這樣的活動 真的 所以我特別羨慕CostCup 因為CostCup 能辦十年 當我的那個聖大創新院公司 沒了之後 這個活動就沒了 所以是個非常遺憾的事情 雖然大陸曾經也有過這種火苗 但是後來就熄掉了 在後面就全是商業的 這是一個原因 但另外一個原因 是我個人的想法 就既然到台灣來 這麼一趟不容易 我總要講一點這種 比較有價值的拿得出手的東西 如果光是說 我做了個好玩的東西 你們要不要聽一下 總覺得好像不太好意思 大概是這樣 OK 有沒有其他講師 想要自己講一下補充一下 好 我來說一下好了 我那個算是不好玩的人群之一 我在那個到大陸已經22年了 但我是台灣人 我在台北長大的 所以呢 對台灣好玩的 IT好玩的一段 我真的還沒參與到 但是呢 我老是聽到Richard在講 這個Cost Club 這個好玩這一面 而且它去年 本來我要來的 然後它也在開原社這邊 一直在跟我們推廣一些 我就每天洗腦說Cost Club好 然後把那弄來 然後什麼G0V 用戶介面 那些我們看都會欣賞 所以我們新一代的官網 會比以前就是不會那麼老 這麼不好玩 比較乾淨簡潔一點 那我想這個開原是要從 你覺得有趣有好玩來參與開始的 但是呢 我今天有聽到了吳勝 他講一段 就是說可能跟高校啊 這個王老師等下可能有補充 高校學生特別 就大學生 特別期望又有好玩又有興趣投入 但是呢 兩個事情就是吳勝說的 這個東西 如果大學生要參加進來 它不能只是好玩耶 還要堅持 所以在不管是不是商業吧 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 一直堅持下去好玩十年的 這真的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除了好玩之外 一個堅持 要一直堅持好玩 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個人分享 那我錯過了這個 台灣這個開原運動的 這個光輝的黃金的十年 但以後還有機會來參與 那我還希望說 我們開原社會也現在才五歲不到嘛 希望再過來這個能夠持續的 在今年11月2號3號 上海的開原年會 中國開原年會Costcom 裡面呢也有Costcom的這個track 我希望能把台灣的這些 有趣的自由的奔放的 這樣一個開原的氛圍 能夠帶到大陸去 怎麼樣有沒有要 說一點閒遍 就是 隨便聊 因為是這樣 其實我自己 基本上這五年的經歷 和開原的商業化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就是我在五年前 是一個跟開原什麼關係都沒有的 我從最開始的傳統的企業工作 變到現在實際上 可以說最初你是把開原當了一個興趣 因為一個很好玩的故事就是 我之所以做開原實際上是因為 我老婆懷孕了 然後我們家的小闺女 然後我老婆晚上要早睡 然後我在坐在家裡沒事幹 然後我決定我早點事情晚 然後才有了時間 因為正常知道大多多公司是很忙的 是不太可能說 有那麼多時間去做 所謂的一個開原 更加不要說高 有這麼大的項目 但事情是這樣 就這樣起來的 但是我覺得是分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我們今天過來的人 不好玩的原因是因為 這些人都變成了某些企業的 相對比較高的人 這些人沒有好玩的機會 因為他的崗位不允許他好玩 因為 對吧 要說哭了 對吧 要說哭了 我覺得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就是說你做到一定時候 它一定會從一個好玩 變成一種職業 如果你還想繼續做的話 因為我周圍有好多朋友 就是因為興趣去做開原 也做了很多時間比我還長 七年十年 做一樣的一個項目 去 maintain 然後去很多人去用 但是實際情況是 也許有很多人用 但是我覺得這個情節的代價 有一點過於的高 我只能說這個情節的代價 在中國大陸會特別高 比起台灣來的高 因為兩地還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台灣人的壓力 我作為台灣人在中國工作 就是我能感受到台灣人的壓力 比較小 但是當然台灣的 有些發展的舞台 也相對沒那麼高 但是在大陸就真的是 即便賺得比較多 但是你會有可能 有各種各樣的壓力 排山倒海而來 因為我太太是大陸人 所以我能感受到那個點 所以她講的可能 各位不真的能夠體會 但是你一旦有這麼多 社會壓力之後 你真的第一level 就只能說 我就賺錢 先賺好錢 對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說 有一個是很明顯的 就是西化吧 其實整個開源商業 其實並不是大陸起的頭 其實是歸谷起的頭 對 龜谷有大量的 包括我現在自己在龜谷的 龜谷就是一股 龜谷就是一股 就是這種 她有 她的博士就是開源加商業 她並沒有所謂的 for fun 這麼一個事情 一點都不分 就是現在的大家所熟知的那些 大的開源項目 基本上都是Google Twitter Facebook 他們去 我認識一些他們的那些 Starter 我可以分享就是說 第一行代碼都是for fun 但是玩完第一季度 這事兒就變工作了 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要想讓它做下去 公司就得投人 不然一個好玩的點子 就只能當一個 如果是一個遊戲是可以的 如果是一個成規模建制的軟件系統 那麼我想不管是學校還是哪 之所以有軟件工程這個專業 這個方向 必須要遵守一定的事實規律 謝謝 那王老師也講一下 學生應該可以做一些好玩的 對 我說幾句 因為我是從那個高校過來的 對 其實現在國內的這個壓力也好 競爭的這種氣氛也好 其實對學校的影響其實是蠻大的 對 我今天來早上半天 包括剛才其實是有非常大的一些感動和感觸的 對 你是會覺得台灣這邊的整個校園氛圍 參加的學生的這種活躍度 比大陸的有趣好玩的成分要好太多 這個確實 而且我們那邊的學生過來 其實都是帶有非常明確的一些目的和想法的 這個確實是的 而且從剛才幾位老師的說法來看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是在學校 其實學校是尤其應該保持這種好玩 開放的這種心態 即便他們剛才說的 玩了一定時候你是需要當事情事業去做 但是至少在高校這個環境裡面 學生應該保持這樣的一個心態 因為現在我是發現在大陸裡面的學生 他們的那個狀態更多的是一個競爭的狀態 而不是一個協助的狀態 即便是很多同學 班上同學 寢視同學之間 都是保持這種競爭的這種狀態 這種實際上是不太適合一個健全的一個學生的一個身心培養 對 這個我是感覺到蠻迫切的 即便是一個實驗室的一個一個周圍的 很多都是一個這樣的 但是開源其實是能夠帶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因為現在學大陸的那個教育其實也是比較體質化的 很多東西其實都不是我們說了算 基本上我想玩我也玩不了 對 他們對我們老師其實有很多的一些考核一些規定 對 但是呢其實我相信那個還是有很多的一些老師會有我這樣一個想法 並且呢也會有我這樣一個實踐 其實我相信來這邊其實至少對於我這一塊的一些收穫 我覺得還是蠻大的 是希望能夠向你們這邊能夠來學習 這是我的一個 謝謝王老師 剛剛那個聽到老師講的這個我覺得我有點感觸 就是雖然剛剛是以好玩開始 但是我覺得剛好相反就是我其實蠻羨慕你們 就是學生的時代有一些人他就可以說 OK我要做什麼之類的 那相反的是我們這邊常常是沒有 就是反過來說以好玩為主 那開始之後呢 對 那好玩就開始喝咖啡吃披薩嘛 那等一下呢可能就是高粱酒啊對不對 然後就趴了啊 然後就隔天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日不一日 然後最後呢就畢業了 那這樣在我們這邊的 的狀況反而是比較就是 到最後他 他沒有辦法 比如說因為我們這邊硬體產業比較強 但是軟體產業相對弱 那就他沒有辦法銜接上去 那寫程式的人到最後就是 那我去台積電工作好了 你就就會變成那 那Richard可能也很有經驗 這方面就是 因為你已經在好多大陸的公司做過 你也在台灣的公司做過 對那或許我覺得 你待會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說比如說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需要 比較有什麼不同點 那需要注意一些什麼 那或許我們這邊的 朋友會想知道這些 比如說996啊之類的 OK 好 這個議題之前我先回應一個 就是說我個人覺得好不好玩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開源要形成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其實在我看來是產官學研社群 我覺得這五個點其實是很重要 產是什麼產業界 就產業界是怎麼樣跟開源互動的 官是什麼就是政府嘛 就是說政府它是怎麼樣去 就是投入去把這個所謂生態的土壤做好嘛 那學研就是高校跟研究機構嘛 那其實學研在大陸呢 他跟官是沒什麼兩樣的 他只是幫官完成他的任務而已 我自己是這樣看喔 但是可能不一定我看的是對的 但是可能在各位面前那個耍叨叨不太好 但是我是自己感覺就是 學研還是要幫官這邊完成任務 例如說科研項目要去 他會給錢然後學校去認領 那學校一程就分下來嘛 給博士生代數師生這樣子起來 把他的科研項目完成 或者是說呢 學校的那個什麼就業辦 他必須要確保這個學校的就業率 畢業之後 那學生都是要能夠就業的 否則這個學校的黨委書記 就會認為這個學校不好 以後可能給他錢會變少 或是怎麼樣 就是他其實一層一層這樣下來了 所以就是跟台灣的氛圍很不一樣 那我剛剛講產官學研嘛 那社群的部分其實在台灣我看到一些 像剛剛雖然講什麼吃披薩啦喝可樂啦 但是我也看過有吃披薩喝可樂 最後做得不錯啦 就是吉林V嘛 對就是說 那我是吉林V一開始最初成立 就在我的辦公室的樓下 因為我以前在中研院嘛 那他一開始那個黑客森都在中研院做 我就從四樓到一樓了嘛 就看一堆人在吃東西 然後我也去跟著吃 然後就跟這些人聊嘛 那聊之後 我發覺我可以成為貢獻者啊 我就開始貢獻一些專案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其實只要大家對於開源的認知 覺得說他有趣好玩 然後我願意投時間加入還有公益 就是說這個公益這個概念呢 在台灣跟大陸很不一樣 大陸會覺得做公益這件事情 就是 怎麼講 不是說沒人做公益 而是說大家想到做公益 第一個想到的是 誰誰誰捐了什麼幾千萬 成光標出來的怎麼樣 就是有人想到做公益 在大陸第一個就說 有啊很多人做公益啊 就是說那個很 有錢捐了很多錢嘛 但是在台灣 我們想到做公益 絕對不是說郭台銘捐了多少錢 對吧 我們想到的可能是說 哪一個人他默默地去幫一個學校 可能就是去當導舖老師 他每天就去那個路上幫忙學童過馬路 對吧 然後我又跟大陸人講 他說大陸講說也有啊 我們有雷鋒啊 雷鋒就是扶奶奶過馬路的啊 就是說 就是其實 我覺得都是有 我覺得都是有 但是就是 嗯 雙邊對公益這個角度不太一樣 所以 我們台灣的開源社群 是把公益搞得有趣好玩 又真的做出東西 至少 GDP符合這個東西 坦白說我以前看到別的啊 像C-Con 比如說學生計算機年會 大家可能也都比較熟悉 我每次在大陸也不斷的講C-Con 那大陸最近開始有出來 一個叫SourceCon Student Open Source Conference 叫Source SOS Con 對 然後他們就開始有 也了解到C-Con是怎麼玩的 想要去 去學習這個Pattern 並且符合大陸的國情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就希望看到兩邊 互相交流完之後 能夠生出一些東西 我知道在大陸 絕對生不出G0V 但是你可以生出別的東西嘛 對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參考一下它的那個 對 參考一下它的模式 OK 那再拉回來 在回答陳老師的問題之前 我也想 就是 也請這位朋友 因為我剛剛有跟他聊 他說他也可能想要這個 問一下大家一些問題 你們也交流一下 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Chuck 在 Chuck 對 在某公司當小小工程師 這樣 前面大樓跟老師 還有各位會友 你們好 這樣 那 剛剛是從上一個議程開始 開始 開始來 來聽的 就是我們 B公司想要 就是推跟Dapp相關的文化 想把Dapp相關文化導進公司裡面 所以我就找一些有 可能摸著編的 稍微聽一下 這樣 然後還有對下一場的 TOPIC有興趣 就是 在講怎麼從 怎麼進入開源 對 我也是 目前我也是沒有參與過 就是任何開源的項目 這樣 然後也是今年第一年來 COST CUP 對 所以 像剛剛 有些大佬也有分享到一些 跟對開源的想法 對 我主要也是 這部分也是有為我興趣的地方 等等 OK 有沒有 Demops 看誰 這邊專家 Demops 這邊 Demops 對 那個 其實 談到Demops這個話題 其實是一個 現在 蠻普遍的一個話題 任何一個 一間軟件公司的話 它在它的 軟件工程方面 可能都在強調這方面的一個技能 那我覺得它和開源軟 開源這個軟件是不可 不可分割的 因為 天然的來講的話 所有的Demops套件裡面 都可以有它的一個開源的選項 都可以有它的開源選項 因為 Demops和開源 是 是 不可分割的 另外的話 我覺得在 我想再擴展再說一下 其實剛才那個話題 我也想再回應一下 對 OK OK 其實在 在國內的話 我認為 還有一個不好玩的原因 就是因為 商業的機會太大了 就是 留給這些人去選擇的話 如果說 它 沒有一個很大的 商業機會的吸引的話 它可能可以做一些 很有意思 很開源的 把時間花在興趣上 但如果說 這個地方現實的 就有一個很大的 或者說很 很有機會的商業 事情發生的話 那麼它自然就會 有可能就會把精力 投在這個方面 我覺得這個是跟 大陸跟那個 台灣這邊的一個 巨大的區別 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以前呢 去參加開源的話 是最簡單的 就是從Linux User Group開始的 就比如說 你以前沒有 一天都沒有進入到開源 沒關係 你只需要 就只需要很簡單 去參加幾個開源的 線下的Meta 你就有感覺了 因為 因為這個開源文化 或者這種 其實就是起源於社交的 它開源本來就是一個 全民或全球人民共享的一個 集體研發的一個 協作方式 那麼其實如果說你 沒有接觸開源都沒關係 只要你去參加幾個 你感興趣的Meta 然後你就一定會找到感覺 如果說你想 你想投身到這裡面 進行參與的話 其實有很多方面 可以去參與 因為你也是專業人士 其實很多開源項目 都是在GitHub上的 你可以提交e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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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郵件組討論 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參與到 刷出你的存在感來 就是 我現在在我的 Developes社區裡面 我都已經可以看到很多參與者 是從一個 以前對Developes 不了解的狀態 進入到我的社區的 參與幾次活動之後 發現我學到一些知識了 更進一步的話 他說我可以精通其中的幾個產品了 甚至於說到那個項目裡面做一些反饋了 就是開源就是一個完全沒有什麼邊界 你可以自由去發揮的這樣一個場合 而且我覺得我今天是第三次來台灣參加這種社區性質的一個給我的體驗 就是其實我們在做的我們這些可能比較年力比較大的 可能我們的工作 特使我們必須專注這個商業開源這一塊 但其實反觀這個台灣這邊社區的情況 可能我們也會以後其實也給我們很多啟發 我們所有活動裡面其實也可以加入一塊 就是說非商業的部分 比如說就是可以學生自由投稿 學生自由參與的 或者說是任何一個自由群體 任何一個草根的項目都可以來 我可以一定要預留一些 一些topic 預留一些展位 可以提供給他們去做一些發揮的 否則可能就是我們要怎麼講呢 就刻意的可以去培養一些這方面的可能性 就做一些這方面的培育或說可能性的發揮 而不是說讓完全很濃重的商業氣氛 把這些開源其實應該是很有興趣的 因為我以前我把很多Linux都去刻 每一個版本都刻一個光盤 然後積了一大堆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我十幾年前二十年前剛工作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可以互相 互相借鑑和互相學習的方面 了解 謝謝劉生 先讓我講一句 李輝在現場嗎 在哪裡 在那邊 人太多了 所以你們先到這邊 先到前面來把你下一個演講 先接上 因為接著就是你 因為我人太多看不到 Ted 補一句 很多人要來聽你的演講 後面都要聽你演講 我只要講一句 開源貢獻其實不是只有代碼而已 對 那在我們講那個996 在中國996.seu 有一點時間 或是週末有一點時間 來做一點開源貢獻 但是它是持續不斷地在做 那我們在招募這些開發者的時候 因為我們全志願者社區 我們有些項目在招募的時候 其實就招到很多熱情的 他願意從頭開始一點一點學習的 那我們有些項目讓他們去上手 那這樣子我們也發現說 中國的年輕人或是志願者 他們參與開源貢獻的 其實不僅僅是好玩而已 他可能會更有使命感一些 更願意投入一些 我舉個例子 我們後面有人在 後面兩位美女 一個叫曹茜 還有一個叫Nikoko 他們呢 都是在我們開源社區裡面 來比如說組織派抗 派抗的conference 或是來支持我們這個 在11月份的這個Costcom 那他也在我們開源社媒體組裡面 所以他不一定是貢獻的代碼 但是他只要有時間 他隨時都會不斷的來參與 來支持來貢獻 那我這樣一個精神 也可以讓兩岸年輕人 不管是好玩的熱情的 他能夠越來越多的 彼此都能夠學習這個好的部分 是的 其實做一個貢獻者 Costcom的Cop就是 coder user and promoter 這三個字 所以呢 反而在中國大陸只講coder 我們不太講user跟promoter 所以說我就一直把這個理念 想辦法去這樣傳 然後大家也去理解 即使比如說下個議題 你要怎麼樣從一個初學者成長 那你一開始就從貢獻者開始做起 翻譯也好 或是甚至我之前叫人家去GitHub上 你就把人家排版排好 對 打打空格什麼的 這個都是一些貢獻 好 那我們上個議題就時間差不多 就謝謝再最後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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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